fried rose 揍 extra 誰的情狂 在眼下無處安放 谁的年华 又不甘顾放自杀 属于火狂 我们都无法躲藏 以为的天堂 却是星空的天满 你留给我的遗憾 无以命装太过肤浅的青春 成了珍藏 你留给我的情话 依然滚烫夜里 你留给我的美丽 无以命装地便利的 我们我想睡高的花 你留给我的忧伤 只能隐藏成了 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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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關鍵字 對 怎麼會想要取理想混蛋這個名字呢 其實當時就是取這個團名的時候 是因為我們有一次一起表演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團名 然後我們翻唱了就是金曲歌後魏如璇 他有一首歌叫做 還是要相信愛情啊混蛋們 然後呢 這種歌歌詞就是會一直重複那個 混蛋們混蛋們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 觀眾就被罵得很高興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就想說那混蛋這個詞就是可以 帶給人歡樂的感覺 就是一個歡樂的關鍵字 然後呢就決定拿來到我們的團名這樣 後來才加上理想 就想說要有一個反差 對對對就是又有優點又有缺點 那你們就是 你們是怎麼契機就是組團的 其實就是我跟兩個吉他的時候 我們是大學的同學 我們都是就是吉他社的 然後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就常常一起出去校外比賽 就是會比一些其他學校的那種歌唱比賽這樣 然後 鼓手的話是其中一個吉他手的高中同學 所以就我們就幾乎算全部都是同學這樣 然後就從學生時代一起組團 然後到現在就是大家都畢業了 然後有些人有就是 除了音樂以外也有其他工作 但我們就繼續玩音樂 聊到這個剛好就是下一個啦 高材音樂人 他們很屌欸 他們很屌欸 除了你們本來組團以外 然後你們原本還是念醫科的 對我們我們 我跟兩個吉他社我們都是 台北醫學大學 對對對 全部都是嗎 對然後他們兩個是藥學系 我是醫學系這樣 所以你們這樣生活模式很像那個 機智的醫生生活 喔對對對其實蠻像的 我們就是白天在醫院上班 然後晚上練團 時間怎麼分配啊 時間就是 白天的時候上班晚上 假日練團跟表演 這樣的話你們是已經到就是 實習住院醫生的那種階段了嗎 還是還是 我們其實都已經畢業 然後都已經考完證照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算是正式的 正式的 對正式的藥師跟醫生 Dr. G-Ding 好強喔 老天爺不公平啊 又會唱歌頭腦又好 對啊 就是運氣比較好 比較就是考試的運氣比較好 那是什麼 欸是音樂鮮嗎 還是醫生鮮就是那個興趣 興趣其實 我覺得好像音樂是比較鮮 就是我有記憶以來 我就很喜歡唱歌 就每天洗澡的時候 就一定會一直唱歌 然後因為那時候就很流行 那個一些電視的歌唱比賽 然後我爸媽在外面聽到我唱歌 我如果唱走音 他們就會在外面喊說 大家好 太淘汰了 我是理想混蛋的雞丁 哈哈 沒有沒有 就雞丁 哈哈 好可愛 我的新EP底片裡頭下卡尾 已經花行了 哇 可以去多多之支持 哈哈 還有兩場 演唱會 台北跟高雄 哈哈 好難喔 幾月幾號 台北是 十一月二十七號 不是 高雄 高雄是 十一月二十七號 台北數十二月十二號 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今天的來賓 voices 請他們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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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